12. 信報財經新聞,中國要向英美學習什麼? 2015年7月22日要文社評A02社評中央暴力救市 國家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 入前在倫敦就事件發表評論 既為當局干預市場作出辯護,同時直認內地股市存在監管錯配 雖向英美等成熟市場學習,此番言論,不管指示門面說話 已在應對外界尤其外資對內地不惜一切救市的強烈質疑 亦或反映北京高層確具深化改革有錯逼改的意向 諸是以內地財金高官身份坦誠股市監管存在缺失 總算踏出了正確的一步 問題是,中國要向西方學習什麼? 內地股民飽償威力足以令財富瞬間蒸發的股災之痛 歸根究底源於A. 股過去一年升勢太急 股價嚴重脫離企業基本因素,簡而言之就是泡沫 中國要向西方學習的,事在動盪發生後阻止股價進一步下滑的成熟市場處理手法 還是如何在泡沫形成前防患於美然? 若是前者,中國非但不能寄望在英美身上吸取什麼寶貴經驗 英美甚至大有空間反過來向中國學習 在金融海嘯、歐債危機和美國債務上限風波三中 動接引發系統性災難的重大事件中 英美多局階爭出手限制甚至禁止沽空A. 股大跌 內地不僅針對沽空客採取行動 還怕出師無名、觀賞惡意而治 相對早於內地以類似措施托視的英美 中國可謂清出於藍、辟除法治體制等無法直接比較的條件 純以目的為本,誰該向誰學習 內地粗暴干預股市,焦如雨下令人則目 我們完全沒有美化中國之意 所以舉出上述充滿諷刺意美的例子 目的是說明英美一類成熟市場 不一定是中國的最佳借鏡 再看前面提及的第二點 中國要向英美學習如何防泡沫於美然嗎? 從格南斯平到貝南奇都耶倫 美國聯儲局力任主席不示明確否定主動出手應對資產泡沫 便是指上談兵光說不造 以其權應估概念引洋行為股市封底 Greenspinport已被列為獨立的財經名詞 買債量寬令聯儲局資產負債表海量膨脹 標譜500指數跟央行購債規模相關係數幾均一 針對科網和生物科技股發表估值過高言論 耶倫以為出口術能為相關板塊降溫 結果適得其反自討抹除 那說明甚麼 中國聲稱有意學習的對象 在座掌泡沫托花上屢見其功 防範泡沫卻一籌莫展 在這方面 英美自然亦非中國的理想樣辦 美國確有一個對中國處理股市泡沫大有參考價值的皆無 卻不是其身不正的決策者 而是早已寫在牆上的歷史案例 1929年的懷爾街股災 觸發後遺症延免多年且為二戰埋下伏筆的經濟大蕭條 2000年科網泡沫爆破 美股市的徵發5萬億美元 相當於歧視GDP的一半 殺傷歷如此巨大的股市崩盤 卻只為美國帶來一次歷史極短萎縮幅度也有限的經濟衰退 這中間的分別在於科網時期儘管全民皆股 但投資者多以自己的錢炒作 涉及的債務和桿桿不多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的股災 卻牽涉大量債務和桿桿 經典小說《大坑小轉》 以至大量以大蕭條作為背景的電影 對當時有多少人因炒 挨媽展而走上絕路 明示暗示隨處可見 內地股民在A股部漲暴跌中 飽償槓桿的順周期PROCYCLICAL威力 中證監在股市風暴中最大的敗筆 在於任由槓桿失控和放縱莊家炒賣高風險創業版股份 以美國兩次世紀股災為鑑 內地的情況若不小心處理 大有可能成為1929年而非2000年的翻版 禁止沽空宅外價格信息發放 令以價值為依歸的投資者 無法作出適當的買賣決定 公司堂鳥式停牌更加指標不治本 隱藏而不能解決問題 思想像 次漢風潮發生後 美國禁止住宅買賣 樓市能起死回生嗎? 昨天是中國頻謀 周年 北京當局確有必要認真檢討今次A股事件 反思如何為人民幣國際化曝出一條穩妥的康莊大道 社評後社評中國要向英美學習什麽?誰直線?